理財分判中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判中 林修詠 繼續為你解釋不需要布聯邦稅的收入 長期居住在海外的納稅人 在海外賺取的工作或者生意收入 都有海外收入面稅額 今年2019年的面稅額 是十萬五千九百元 報稅時可以用2555稅表申令 但這個優惠只是豁免聯邦入息稅 假如納稅人依然是州居民 如果州有入息稅的話 海外的收入都要給州的入息稅 和海外工作或者生意無關的收入 例如利息、投資、租金等等的收入 都不在豁免聯邦之內 人壽保險的死亡賠償金 Death Benefit 是免繳入息稅的 即使是抹期病人利用生前理賠 預先得到的死亡賠償金 也是免入息稅的 取消保險 拿回來的現金價值 Cash Value 除非是超過你歷年繳交的保費金額 也是沒有入息稅的 由商家手中得到的回購 Rebate 只是減少你購買商品的價錢 不需要當為收入 至於坐飛機得到的免費里程 Free Mileage 即使那張飛機票是由雇主支付 你亦不需要把這些免費里程當為收入報稅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判中見面